我们有一个 我看了都会形容 OK 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这个真的是 这个就是我们做 Live Wave 最开心的时候 OK 给你们看一下 OK 看到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自我免疫系统失调的问题 如果你问医生 叫做Rosexia 虽然医生没有跟他讲 是什么疾病 我觉得他那个医生 可能不是很灰 可是你想象一下 一个女孩子又很漂亮 她的皮肤都是这样子的问题 可怜吗 你想象一下女孩子 如果你出去 你穿一个mini skirt 你的脚是这样子的 你会觉得很 你会觉得伤心吗 会的话写个111一下 会的话写个111一下 真的是很伤心 所以你想象一下 他这边十多年的经验了 每一次去外面都是有这样子的问题 OK 我们看一下 所以他真的是很 看得出他 他是比较沮丧了 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看一下他现在 开心吗 你看了这样子的case 你为他感到开心吗 完全没有掉了 完全十多年的问题 完全没有掉了 他把身体的自我免疫系统 调回来了 开心吗 Amazing 这个真的是很夸张 OK 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 我们做自行就是这样子 我想跟很多的人讲 因为很多人 他最担心顾客遇到healing crisis 我想跟大家宣导一个理念 做好人很难的 因为做好人所背负的责任 比做坏人更大 做坏人他做错事 他拍拍屁股就走了 做好人 因为他要负得起责任 他逃不掉 所以做好人不简单了 所以很多人的问题在于这边 一方面你又要帮人 一方面你又承担不起帮人的责任 所以尽得小责任就得小快乐 尽得大责任就得大快乐 所以我们做赖费的人 你的心态一定要很强 遇到healing crisis的时候 你要跟你的顾客讲 这个顾客在用了前面两个星期的时候 他就有很强的修复反应了 可是他的upline 在卖他之前 他就跟他讲 你可能会flake out 你一定要注意 用了两个星期真的flake out 比以前更严重 你想一下 你会不会停 可是就是因为这个upline 他在给顾客用之前 他先给他打了一个心理预防针 所以两个星期他flake out来的时候 他没有管什么 他反而继续相信这个产品 结果过后 就形成了这样子的效果 OK 我给你们猜一下 从左边到右边 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 从左边到右边 花了多久的时间 Jonathan Soon how long to recover one year one month 来 我们猜一下 从左边到右边 他们花了多长的时间 OK 他总共花了 一个月的时间 OK 他才用了一个月 他有这样的效果了 OK so live就是这样子 你有些时候 人家就会问 为什么人家效果用得这么好 那我的效果要等到三个月 才有效果 人家一个月就看到效果 我们不知道 没有人完全了解你的身体 这个是现在医生 也没有办法了解我们身体的 可是这个是一个月 OK 我来考你们 他用了什么产品 你们猜他用了什么 combination of产品 他用了什么 combination of产品 你们猜一下 来 你们猜一下 他用了什么 combination of产品 哇 你看你们很厉害啊 你们都厉害 要配卡诺心 配 我跟你讲 他只用 X39 他只用 一set X39 所以这个 就是 赖费厉害的地方 我可以跟你们讲 你们一定要相信 赖费X30 一个月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almost guarantee的 只是很多的人 你太心急了 很多的 upline 你太心急 你要人家马上 几个星期 一两个星期就看得到效果 你没有办法等 而且 you don't allow room for failure this is the problem 养生没有100%的 when you don't allow room for failure you are inviting failure 很多的 很多的新的 一些要做生意的人 他每次会跟我讲 我要让他快点 看到效果 他皮肤敏感 是不要给他 alavida 给他glutai 再给他canosate 然后flare 要给他加个医院 这样我close一个silver 给他 我close一个go 给他 可是当他用了 这么多的产品的时候 因为他忘记了 这个ion贴哪里 glutai 他宁愿没有贴 顾客是口头上跟你讲说 我有贴可是没有效果 贴了这么多 我可以跟你讲 实际上 他们没有贴的 因为太多 他忘记掉了 因为我前面的17个月 就是这样子跑出来的 我知道 我太了解顾客的心态了 所以我们先从一喝 你想象一下 如果一个顾客 我们不要讲100%好了 讲你好他30%好不好 如果一个人用S的deny 他一个月过 他可以好他30% 十多年的问题 好个30% 你觉得他会继续用 第二个月跟第三个月吗 yes or no yes or no 他用了一个月 他十多年的问题 至少好了 二三十八仙 你觉得他会继续用 第二跟第三个月吗 precisely 你要相信 Lifeway的Mr.David David会研发 H39 给你30天的 money back guarantee 有他的原因的 我们一定要去利用他 所以你看这个人 现在用到好的时候 他讲说他 所以他的upline就马上跟他讲 ok 你知道没有 这个产品不止可以帮到很多 像你这样子等等 还可以赚钱 这个星期某某天 你来听我的business presentation 就马上拎进来 就开始讲 就开始讲争议了 所以这个就是lifeway的一个sales cycle ok 其实不是很难 所以很多的人他难在哪里 难在刚开始的时候 他收不住自己的那个 那个room for failure 他不要给自己失败的空间 所以他给人家太多的产品 当你一给太多的时候 到最后你会发现到 那个人很快就死掉了的 反正你一点一点fit他 他反正一直下来的 那如果讲那个人讲说 剃了一喝过后 他看到赛果可是不要继续 那这个人他至少都不要继续的 你关心他做什么 把你的时间花在心的人 很多人就会讲 我的十个人里面来 五个人过后没有做生意 怎么办 那也是ok 十个人里面就算讲 你七个人不做生意 这三个人 你觉得这三个人里面 只要其中他的朋友 每一个朋友里面 没有五个朋友 每一个朋友里面有五个朋友 你就有15个人了 你之前七个的人 miss掉的就找回来了 所以不要去 不要太过去强求 只要你focus on bronze 跟人家讲产品在哪里 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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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给他做个 好的话 继续 不好的话 马上 十个人里面 我们讲说 两到三个人就好 用到效果特别的好 马上跟他讲 你有三个朋友 或者五个朋友 有这个问题的吗 你来我们的 我来帮你跟他讲 所以你一个人又拉出三到五个人出来了 你那些已经放掉的人 又那个空缺又给人家补回来 这个就是sales cycle 很多的business builder 他就是把那个focus focus再放弃那个人 你要不要再继续用了 你再用多两个月 是不是我现在有这个产品了 到最后 hot的给你冷掉了 不hot的 你一直想要炒都炒不起来 所以我希望了解你们今天这个 这个concept ok 十分钟不错 每天 十分钟跟你们分享一个好的故事 ok 还有很多 我今天 很多东西要分享 所以我们先进入presentation先 ok 可是你们了解我的那个理念吗 你了解我那个理念吗 其实做直销最难的地方 在于怎样跟人家讲 做直销其实不难 ok 做直销其实不难 ok ok so昨天我们谈到了光疗 ok 那光疗 跟现代的医疗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ok 所以 我要换下mood一下 刚刚讲到testimony 现在讲 现在讲光疗 ok 你们听得清楚的话 写个意义一下 听得清楚 写个意义一下 听得清楚 看得清楚 我的脸在你的右上角 写个意义一下 amazing ok来 所以光疗跟西医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我们来谈一下西医 今天当我们谈到黑斑 我们谈到皮肤癌 医生就会讲 医生就会讲 如果你要避开皮肤癌的话 你一定要避开太阳 对吗 你不要晒黑 你会有黑斑 老人斑 你不要去晒太阳 最好才防晒霜 可是今天在COVID-19的死者里面 大部分的人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个共同点就是COVID-19的死者 缺乏维他命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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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维他命D 那维他命D怎样来 维他命D怎样来 维他命D叫你去多晒太阳 有没有搞错 一下子又叫我不要晒太阳 一下子就叫我多晒太阳 你不觉得西医它本身 就是有这个问题吗 自己打自己嘴巴的 ok 所以 这个是一个Pillman的一个 去年5月份COVID-19 盛行的时候所发表出来的报告 大部分COVID-19是成positiv的人 都是缺乏维他命D的 ok 如果你相对于光疗 身影疗法 维他命D你可以看到一个差别 当我们的人类远离太阳光越远 我们的身体就越来越差 西医他是怎样看病的 在医院里面的吗 冷气机的吗 他把那个窗帘关到秘密的吗 你都没有太阳的吗 所以当一个养生疗法远离了我们的太阳光 其实我们的身体越来越越来越差的 那为什么LIFE的产品这么的快 你不用拿很大的机器 去用X光 用CD scan 你也不用给他打针 针灸 Biopsy 跟他采取什么样的细胞 去侦测有没有癌症 一个贴片搞定 一个月 十多年的皮肤问题都会解决掉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用到了最原始最正确的方法 就是用光 这个就是光了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LIFE的这条路会越走越大的 你想象一下 LIFE在这个世界里面有18年的历史 可是只有最近的三年 我们成长了10倍 你想象一下 所以我们的正常的成长率 其实过去的15年 我们还没有正式开始的 是到了2019年 我们终于发现到了 用了我们的光疗的科技 激发干激发 我们找到了那个Sweet Spot 是人家需要的 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追溯到光疗的历史的话 光线可以放在哪里 等一下我跟你讲 OK 所以在宇宙里面 太阳 它就是所有生命跟光的源头 OK 今天如果没有太阳的话 全部生物都会死完的 OK 所以打个比方 今天我们的食物 可能讲你吃鸡肉 你吃羊肉 你的肉是吃什么 你的这些动物是吃草的吗 草是怎样来的 你可以用氧气 可以有水分 有泥土 如果没有太阳光的话 怎样办 他们就会枯死啊 所以太阳光 给了植物生命 给了植物 食物 植物给了动物食物 而动物跟植物 变成我们的食物 所以太阳是所有生命光的源头 我们来讲一下古埃及 在古埃及 有很多的古代文明 他们都是朝拜太阳的 OK 他们朝拜那个太阳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 这个是一些example 像一些法老王 他是朝拜太阳的 OK 朝拜太阳的 朝拜太阳 你看到这些就是光线 这些就是太阳 所以在古埃及跟古希腊 他们的人 他们不了解什么叫做药 什么叫做antibiotic 他们只知道一件事情 当我生病的时候 如果我可以用一些特殊的光线 我就会健康起来 我想给你们看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光线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可能考古学理论 可能它是一个有色的石头 当这些光线 当太阳光从这个有色的石头 打个比方 这个是红色的石头 如果它可以反射出红色的光线 而这个如果是蓝色的石头 它可以反射出蓝色的光线 利用不同的光线 帮助身体得到健康 所以从在古希腊的文明里面 他们的养生系统 就是依赖色彩的 OK 所以打个比方 他们有个地方的名字 叫做太阳城 这个太阳城 就是古希腊的医疗中心 OK 就很像是现在我们的 在JB的Escandar Medical Center 这样OK 这个就是医疗中心来的 所以在这些医疗 今天这个人 他是需要一些 Purging effect的 把毒素排出来的 他就是用黄色的 所以你看 所以在古埃及的太阳城的医疗中心里面 他们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针灸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西药 抗生素 Parashtermal 可是他们找到了 不同的光纤 可以让我们达到不同的健康资料 OK 所以那用简单的方式 这个那个刚刚那个是过去 过去的人就知道 怎样用不同的颜色跟色彩 去治疗疾病了 那我们放眼 今天我们的人是怎样利用光疗的 OK 打个比方 在新加坡 红灯区 为什么要叫红呢 不可以蓝 不可以白 不可以紫 不可以黑 因为红色的光线 会给你活力吗 就好像刚刚的古埃及的方式一样 当你是比较depressed 你比较忧郁的时候 红色的矿石所折射出来的红色的光线 会让你很兴奋 OK 红灯区就是这个意思 当你看到了红色的色彩的时候 你的身体的身上腺素增加 你就会变得更兴奋 OK 今天你去到医院 OK 医院的墙壁都是蓝色的 或者是浅蓝 或者是白色的 为什么呢 就像古埃及这样子 如果你的人是比较兴奋的 发炎程度比较高的 你会用蓝色的宝石 因为蓝色的光线 可以让你放松下来 soothing effect OK 那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啊 妈妈都会跟我们讲 如果你不要戴眼镜啊 你最好看青色 看多点那个树 看多点那个草 可是我们没有问爸爸妈妈 怎么要看青色呢 不可以看蓝色 不可以看红色 因为绿色会调节我们器官的功能 OK 今天你看到很多的美白 皮肤的美白 它有所谓的美白的黄灯罩 那这些美白的黄灯罩 为什么要用黄色呢 为什么不可以用其他的颜色呢 红色可以增加你身体的血循环 可是只有白 只有黄色可以帮助你的皮肤美白 因为黄色会增加自己的抗氧化物质 当你的抗氧化物质多的时候 这些抗氧化就会去去除掉很多 累积在皮肤的黑色素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代的人就看到了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怎样影响着我们 OK 那如果不同的颜色会帮助我们达到不同的效果的话 那红色会增加活力 蓝色会帮助你放松 绿色会调节你的器官功能 黄色会增加你的抗氧化的话 那么我们看一下赖费的产品 刚刚我们谈到有红宝石 蓝宝石跟黄宝石 不同的宝石折射的光线会帮助你的身体健康 那在现代我们有赖费 赖费的红色就是给你活力 蓝色就是给你放松 青色调节器官功能 黄色增加抗氧化 只是因为我们的赖费 已经拥有了非常先进的科技 我们甚至超越了所谓古埃及的医疗法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不懂什么叫做干细胞 他们只可以根据这些红蓝绿黄来做医疗 那赖费找到了一个特定的频率 是可以增加我们身体的干细胞的 这个就是赖费的 OK 所以你看 我们的赖费的整个的philosophy 的原则跟理念 是从很古老的文化 就一直已经是被确诊是有效的 光疗是被确定有效了的 不然的话以前的人不会用的 所以为什么在过去的这么多万年里面 他们都在用光疗 因为有效 那今天的赖费知道了 我们的人体的最原始就是通过光 所以赖费是利用光疗的方式 OK 可是我们并没有只是单单 停留在红蓝黄绿 我们还特地利用我们的光疗科技 找到了一个特定的频率 来增加我们的干细胞 所以我们把古老的方式 古老的智慧 再加上高科技 所以赖费的方向就是这边 OK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越来越年轻 OK 我用Alice的话 Grow old Hotter and sexier OK 我们要活到越来越性感 越来越有魅力 OK 那我们谈到逆龄化跟抗老化 就是所谓的reverse aging跟anti aging 很多人他不会分这两个 我看到很多的朋友还在推销我保健产品 我就会问他你这个是anti aging还是reverse aging 都可以 两个都可以的 对你吃了会越来越年轻的 逆龄化跟抗老化两个是不同的东西 OK 所以你看到了 我希望当我们的life rate distributor 连这两个看起来一样的东西 都可以把它分到很开的话 没有人不会相信你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抗老化跟逆老化 逆龄化有什么差别 今天你的火 你的车着火了 OK 可能你遇到了一个车祸 你的车着火了 你外面有很多的医生在那边等着去救我 他讲说那个车里面有人受伤 我要快点帮他带去医院 我要去救他 你觉得这个医生敢去这个着火的车 救人救出来吗 敢的话你写个yes 敢的话你写个ee 不敢的话你写个ee 敢的话你写个ee 不敢的话你写个ee 火这个车在燃烧着 你外面有很多的医生 这个医生有没有办法进去里面 里面把那个人救出来 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就是个问题 这些医生如果要去里面救人 他一定要先等到 救火队来先嘛 我们的firefighter 救火队先要把火扑灭了 把人救出来 这些医生才有用吗 如果这个火一直烧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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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防火队没有出现的话 这个人里面就死在里面 这些医生是没有用的 OK 所以在逆灵化跟抗老化 也是一个概念 今天你把这个车当成是我们的细胞 我们的细胞正在发炎 你的身体需要很多的抗氧化 把这个发炎程度降低 然后你的干细胞 才有办法去修复你的细胞 你的组织 今天你的干细胞很多 可是你的细胞一直在发炎 你身体没有办法制造足够的抗氧化的话 那么你的干细胞一切都是白费的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去外面打干细胞 打了一年过后两年过后 马上回到Gosong 马上回到原始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身体各有很多的干细胞 可是你身体的抗氧化物质不够 这些干细胞过后 全部给你的发炎程度销毁掉了 所以如果你要懂得抗氧化 你一定要知道 你的身体一定要增加抗氧化物 如果今天你要逆细胞 你要增加你的干细胞 可是程序很重要 你先要有抗氧化 你才可以有逆细胞 你去打很多的干细胞 身体还是呈现在发炎 是没有用的 是浪费钱的 OK 那我们要怎样 逆细化跟抗氧化 逆细化 你要增加更多的干细胞 那抗氧化 你要制造很多的抗氧化物的机能 就是讲你的身体 有没有办法消炎 我们的身体可以制造骨光肝带 我们的身体可以制造退黑素 这些都是很强的抗氧化物质的 你的身体制造得了吗 制造得了你就抗氧化 制造不了你就没有抗氧化 OK 所以大部分我们听到的吃保健产品 吃维他命C Tocopherol 维他命E ALA 吃很多的水果 很有机的蔬菜 我们觉得只要吃很多的有机蔬菜 有机的 我们就可以帮助身体 有很多的antioxidant 抗氧化物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你的朋友 有没有很多人是每天定时运动 每天吃到很有机制 吃干净 不吃白饭 连吃鸡皮 鸡皮要拔掉 吃那个broccoli 是水滚出来的 可是身体还是那么的差 每天看他的气色那么的常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miss掉了一点 今天你可以吃很多很好的食物 可是再好的食物 他都要经过你的消化 你的身体消化了这些营养过后 他的这些营养素会被你的人体吸收 在你的小肠跟大肠 他被吸收了过后 这些营养素到达你的细胞里面 你的细胞才会利用这些营养素 去制造抗氧化物 OK 这个是我们身体从营养到最后身体 怎样利用它去制造抗氧化物质 如果今天你的消化功能不好 消化功能好 它就变成营养了 那消化功能不好 叻 变成毒素了 对不对啊 打个比方 OK 昨天我讲昨天 昨天我煮我煮面吃 我煮一个面吃 所以因为我不想用太多的水 我很饿了 所以我就用少少的水 所以我用那个少少的水啊 我就丢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水饺 我找到一个好吃的水饺 我很喜欢吃水饺的啊 所以我就丢那个水饺进去 结果浇掉哦 因为水太少了吗 那个那个面粉啊 滴在那个 滴在那个锅那边 OK 如果我的水是够的 我可以把这个水饺完全煮熟的话 那么我的这些 这些食物就是一个好的食物 我的营养来的 可是因为我的水放的不够 结果那个水饺全部浇掉了 变成我的汤全部有一片一片胶片出来 所以我就变成全部都不可以吃了 它就变成毒素了咯 一样的道理 今天你的消化好的时候 它就变成营养素 消化不到 你就变成毒素 很多人有身体健康的问题 我吃了很健康 我吃到很有机 我吃到很干净 全部都是USDA有机蔬菜 可是为什么我的皮肤这么的痒 今天我给你吃到原理 你可以吃再健康再有机的食物 可是如果你的消化不到的话 它就形成你的自己的毒素 OK 那这些毒素 要排去哪里咯 我们身体是通过什么器官排毒的 我们的身体是通过什么器官排毒的 我们身体通过什么器官排毒的 肝脏 肝脏 所以我们的毒素是通过肾脏排毒 通过肝脏排毒 对不对 可是我想跟你讲 不是肾脏也不是肝脏 因为通过食物 所制造出来的毒素 它已经超越了肾脏跟肝脏的复合范围了 所以这些毒素 它不会通过肾脏跟肝脏的 你想象一下 你每一天 你的身体的肾脏跟肝脏已经这么忙了 你一天是三餐吃午餐 你的消化不好所制造出来的毒素 它还要去肾脏跟肝脏 你的肾脏跟肝脏早就衰竭了 所以我们的身体很聪明 它知道这些毒素 如果到肾脏跟肝脏 它就会损伤的话 那么我要尽快 在还没有到达肾脏跟肝脏之前 我把毒素从皮肤这边排除 所以身体最大的排毒器官 其实不是肾脏 也不是肝脏 是我们的皮肤 这就是为什么 当你的毒素从皮肤这里排除出来过后 你就会看到 现在的人有很多牛皮症的问题 现在的人有很多失诊的问题 这个就是所谓的自我免疫系统失调 你可以吃到很干净 你可以很健康 你可以吃到很干净 你可以每天运动喝最好的水 可是如果你的消化不好的话 你的皮肤敏感问题是解决不到的 OK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 今天的人的问题 尤其是自我免疫功能失调的问题 先从消化下手 先保证自己的身体 不会制造毒素先 这个才是首当其冲的任务 那要怎样去修复我们的消化呢 像我很喜欢每次到家 过后我忘记关那个车灯 忘记关掉车灯 然后就上楼了 OK 然后各天早上回到车的时候 阿拉玛 车失火了 车开不到了 OK 我们叫做 谁佛了 失火了 开不到车 那怎样办呢 我的车已经失火了 因为我的battery flat了 我的那个电池已经没有电了 然后我的朋友跟我讲 哎 紧龙 你车不会跑 不用紧 没有关系 我买油给你要不要 有用吗 我的电池都没有电了 你给我载好的油 RONID-7 RON200了 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用的 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身体的健康问题 其实我们车的电池 所谓的battery flat 就是象征着 我们的消化系统 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今天你的车 如果它的电池已经flat了的话 它利用不到 你再多的油打进去 你的身体 你的车也是利用不到 你的车还是不会跑的 身体也是这样子 如果你的消化不好的话 不管今天你是再多的保健产品 水果 生机饮食 你的食物 它都没有办法消化 它只会形成更多的毒素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分得清楚这一点 今天的问题 不在于能量来源的问题 今天的问题在于内部机能的问题 这两车不可以跑是电池没有电的问题 不是不够油 今天我们的人身体不健康 不是你的营养不够 是你的消化功能失调的问题 这个才是今天的关键 那如果讲说你的消化很差了 那怎样办呢 我们就要jump start 对吗 你jump start要很久吗 jump start不用很久 jump start一分钟三分钟就OK了吗 我是最拿手的 OK 我以前几乎每个星期jump start一次的 你可以想象 那个时候 就是我在重拾 life rate的前面一两年 为什么我经常jump start 我跟你讲 我是从那些在星山的 你就知道 我从Sernay到Juhojaya 从Sernay到 有个是到那个叫什么 Sedana 从Sernay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帮人家patch 你知道吗 那个人打一个电话讲 哎呀我很痛啊 这么这个产品这样子的 我就马上送油跟Ice去他家了 这个就是我 所以以前我驾车到处飞来飞去的 有没有赚到钱啊 没有赚到钱 为什么呢 所以我 那个时候我在第一堂 我跟你们讲了 我们做life rate 是要学习打造一门事业 帮助更多的人 如果你意味着想要帮助更多的人 你没有方法的话 到最后 你可能帮到那一两个人 你反正自己累死你自己 OK 我们要的是怎样 拉长我们的battery 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我很了解jump start 如果今天battery没有电了 我们要用jump starter吗 那我们的消化功能不好了的话 我们要讲句jump start 所以电池今天没有电了 你打很多的油是没有用的 你需要用能量的方式 给它energy 给它能量 你的battery一好起来了 你的车就可以走 那我们的消化功能也是一个样子的 今天你的消化功能差 你不需要更多的营养了 它需要的是能量 怎样在不需要通过消化到的关键下 增加身体的能量 这个消化系统的jump starter 就是x39 OK 所以你看到任何朋友 有自我免疫系统的问题 包括刚刚那个 你看到那个照片 都是 都是从消化问题开始的 你贴了一个月的x39 我不敢保证 你的自我免疫系统的问题 一定会迎刃而解 可是我可以保证 你一定会看到healing crisis 那个healing crisis either是更阳 更红肿 你的消化问题更严重 会有胃酸 会更脏风 OK 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了 一谈到抗老化 就是身体要阻止发炎的能力 一定要身体制造足够的 抗氧化物的那个机能 所以吃这些东西是没有用了的 我们要的是怎样帮助我们的消化系统 强壮起来 x39 那么逆灵化 我们要怎样增加更多的干细胞 第一点 什么叫做干细胞 所以今天当我们谈到干细胞的时候 干细胞可以给你精子 你的干细胞可以给你肾脏 肝脏 骨头 肺脏 脑部细胞 血细胞 心脏细胞 脊肌肉细胞 胰脏细胞 跟卵子 所以它就很像我们打麻将的那个肥 或者是yoker这样 你今天可以有很多的牌 有8万 2万 红中 东南 西 北 你只需要有一张肥 它可以随便你去变化的 所以干细胞 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肥 OK 你想象一下 你的身体要这么多不同的细胞 OK 你的骨头坏了 你要有骨头的细胞 你的肺部可能因为COVID-19的关系 你的肺部开始出现了纤维化 你要干细胞 今天你的肝衰竭 你的肝脏的修复能力不强 你需要干细胞修复你的肝脏 今天你的肌肉不够 肌肉开始萎缩 你需要干细胞变成更多的肌肉细胞 今天你得了COVID-19过后 你觉得你的心脏呼吸很困难 是因为你的心脏的肌肉 开始变到没有力量 你要用干细胞去修复你心脏的肌肉 所以干细胞 就是解决退化问题的两要 OK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所有疾病 都是退化问题 神经线退化了 脑细胞退化了 眼睛退化了 肾脏退化了 心脏功能退化了 我们就是要利用干细胞去解决 这些种种的健康问题 OK 打一个比方 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有时代症的问题 时代症是因为你的神经细胞不够 你今天你的心脏肌肉细胞死亡 可能是你得了COVID-19 所以你要更新的心脏肌肉细胞 你今天你的膝盖的软骨磨损 你要更多的软骨的细胞 今天你有一些神经萎缩的问题 你要新的神经角质细胞去保护你的神经线 可是有这么多的细胞 这些细胞都从哪里来的 都是从干细胞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重点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解决我们的健康问题 我们要的就是所谓的再生科技 怎样把已经坏死的细胞跟组织 利用干细胞重新再把它活泼回来 OK 我们来谈到干细胞 有几个方式可以增加干细胞 第一个方式是用自体干细胞 你自己的干细胞 第二个是别人的干细胞 OK 叫液体干细胞 那自体干细胞跟液体干细胞的疗程也不一样 当我们听到液体干细胞的时候 很多都是属于移植手术的 OK 像另外一种 可能你是吃保健产品的一些羊胎素 鹿胎素的一些产品 这种是属于动物跟植物的 所以这个是移植手术 你是移植别人的 所以打个比方 那个人是你的亲戚 那个人是你的一些家人 他移植他的干细胞或者骨髓到你的身上 这个是液体干细胞的卷子 那有些人是吃动物的开盘素 可能是羊的 可能是鹿的 另外一种是属于自体干细胞 那自体干细胞也有所谓的移植手术的 它把你身体的血抽出来 把你的干细胞浓缩起来 再把这个干细胞注射到你的身体里面去 OK 这个叫肢体干细胞 可是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是很新的方法 在2019年发现的 叫做光疗的方式 增加你的干细胞 干细胞是非常前卫的科技 光疗是非常古老的智慧 可是赖费我们把这两者结合到天衣无缝 叫做photo biomodulation 就是利用life wave x39 那你可以去选择移植手术 你可以去吃动物跟植物 可是我想用几个方式去说服你 第一点是价钱 一个月平均400块钱 移植手术100千一次 如果你是动物跟植物台版素 一个月3000块 OK 第一点我们谈下适合性 到底是自体干细胞的适合性比较好 还是液体干细胞比较适合你 当然是自己的身体 谈到安全性 你要去医院给人家打针 注入别人的干细胞 还是你要吃你都不认识的动物的胎盘素 还是利用贴片的方式 当然是用贴片的方式 连医院都不用踏进去 第三是持久性 今天你要做移植手术 你可以你有多少个100千去划 如果讲说平均两三年你要打一次的话 有多少的人可以负担这个钱 3000块每个月也不是每一个人可以负担得到的 可是我们要了解这一点 修复身体修复这个东西 它跟建造罗马是一样 罗马没有办法一天建成的 今天你要去装修一个家 也不可能一天就装修好的 你有这么多的问题 屋顶又漏水 墙壁又破洞 那个厕所有阻塞 地板又裂痕 你有这么多地方修复 你要时间的 所以我们要的是怎样持续性的增加干细胞 要的不是那个干细胞罢了 除了更多的干细胞 我们也要有持续性 今天你一直会给你很多的干细胞 你身体没有办法利用这么多的干细胞 其他的干细胞反而会没有用掉的 所以从价钱来看 Lifeway X39的持久性更强 第四 共饮性 Lifeway的共饮性在哪里 当你用的很好的时候 你想不想把你的效果跟其他的人分享 也希望你的别人跟你一样找到这个健康 同时间甚至可以用到免费 因为Lifeway是一个直销的公司 所以结合这四点 只有一家公司正在做这个行业 有很多的公司做移植手术 有去法国的 去瑞士 去瑞典 去泰国 很多不同的医生在做 你讲到动物的台盘术跟植物的台盘术 也是很多公司在做 可是你谈到光疗 增加干细胞 就只有一家公司 完全零竞争对手 就是Lifeway OK 那 所以今天我们谈到了这一点 我们就了解了 当我们谈到逆龄化 要增加干细胞 跟抗老化 要制造抗氧化物的时候 很多人 他买产品 可能他是保健产品 他只是在抗氧化这个部分 当他谈到要增加干细胞 他就是只是在逆龄化的部分罢了的 他没有一样方法跟方案 可以同时抗老化 同时逆龄化 只有一样产品 他可以专注在修复你的消化机能 同时间可以增加你的干细胞 他先帮助你抗老化 他再帮你逆龄化 这个产品就是Life Wave X39 这个就是Life Wave的魅力 OK 非常的简单 可是他却可以达到人家达不到的地方 其他的方式 打干细胞很复杂 可是你只可以增加干细胞 你可以吃很多的保健产品 很多的维他命 A维他命 E维他命C 可以用很复杂的营养学 可是你只可以到胖老化 反而是Life Wave X的底纳 一个贴片两个地方都照顾得到 这个就是Life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把这个科技 分享到所有人的原理 OK 有没有学到东西啊 又刚刚好 又讲到9点45分 Very Good 有没有学到东西啊 今天啊 有没有学到东西啊 你们听得清楚吧 学到东西啊 Amazing 这个就是Life Wave 所以我跟你讲 我们Life的魅力就在于这边 OK 我可以跟你们讲几个我对光疗的了解 OK 我跟你们讲几个光疗的了解 OK 首先我们先看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以前以前我看过的一个 医疗码 可以 好 好 好 ok 你看 ok 这个没有在那个slide里面 我想跟你们讲一些赖辉的点 ok so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clinical study 是专门去认识光疗的一个故事的背景 ok 所以你看我刚刚跟你们讲的那些古老的埃及跟希腊 用石头跟矿物质 不是我吹的 真的是这样子的 ok 我给你们看个idea ok so 我最期待的东西是这个 所以你看 光疗的东西在19世纪的时候 已经给人家证实可以把更大的葡萄增加 它的葡萄的size会更大 所以它在农业那边可以用的 ok so 第二点 你也可以看到 你也可以看到 他们可以把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颜色 照在它的那个水里面 ok 用不同的颜色 照在那个水里面 然后等到这些水已经吸收到了这些颜色的能量 你在喝下去的时候 它可以用最好的方式 把不同的毒素排出身体外 这个叫做水光疗 ok 水用利用水的光疗 ok 所以我想跟你们讲几个idea 所以为什么我对Liveway这么有信息 因为我知道Liveway一定会往农业发展的 因为以前的人都已经用光疗在农业了 他们已经确定会把你的植物变到更大更好 你看那个quality yield增加 你看到那个葡萄会变到更大 所以我也很确定Liveway也会研发自己的水机 这个水机不是用什么特别的hydrogen okaline 不只是用这些简单的东西 它是用光疗的科技 把光疗的能量注入在水里面 然后我们喝的水里面就有我们贴片的能量 你想象一下 今天我们贴片的能量是从外到内的 如果改次我们有这个贴片的能量是在水里面的 你喝进去是从内到外的的话 从外到内已经这样厉害了 现在还给从内到外 这个我觉得这个肯定是Liveway的方向 所以今年8月份 我觉得Liveway可能会谈到这一系列的东西 关于光疗的农业 关于光疗的水机 关于光疗的床 光疗的按摩椅 还有希望有光疗的一些美容的产品 这个就是Liveway的未来 你们期待吗 你们期待这种光疗的水机或者这种光疗的农业吗 期待的话你们写个EE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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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Susan我发给你了 那个link看一下 期待你们写个EE一下 这个就是Liveway 所以趁现在这个时候 趁现在这个时候 Liveway的方向 就是往这些方向走 所以你们跟对公司了 我从三年前开始 就有很多不同的公司找我 什么SY 我给你们看几个产品 SY21 有很多贴片贴来贴去的 就讲这个可以增加干细胞 那个可以增加干细胞 三四年过后 只有我 毅力之间 而且越做越大 其他人听都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Liveway的科技 是连Stanford Medical University 都会去 都会去欣赏那个科技 这个就是我们的Liveway 很好玩的Liveway OK OK来我们来回答问题了 都很期待 所以这个就是Liveway OK 所以现在在我们新的产品 还没有推出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花一两年的时间 去学这个指销 我想跟你们讲一个课题 OK 今天如果你去外面炒果条 你去外面炒果条 如果你炒果条了 炒到没有顾客来吃的话 你要怪谁啊 你怪supplier 没有可能的吗 你怪你的顾客 没有可能的吗 你只可以怪 为什么你不会炒果条 对不对啊 所以其实直销事业 也是一个逻辑的 每一个我看到的 成功的直销领导 他们都有一个态度 所有的问题 都是我自己的问题 所有的问题 都是我需要进步的空间 如果你们这一两年 可以把这个concept 进到你们的脑里面 Healing crisis 我学Healing crisis 我懂要怎样去解释 不是产品的问题 不用去怕 今天那个人在 Shopee Lazada 卖的产品 是这个价钱 没有关系 我相信这个公司 未来有很多产品 不会在Shopee 跟 Lazada卖的 我要懂得 怎样去跟顾客 解决Shopee Lazada的问题 你要有这样子的思维 任何的问题发生 你要懂得去解决 你这个解决的问题 一直在增加 Live会有越来越多产品 丢出来的时候 你的财富 暴增的就越快 如果每一个问题 发生在你身上 你都是 Either是丢上线 丢下线 丢公司 全部人都怼的话 你没有办法训练 你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 今天Live会 就算给你再好的产品 你的机会 也是从你的手中流失的 OK 所以我希望大家 把直销 跟我们的产品 一起去学习 学习到底什么叫做直销 学习那个心态 OK 那些今年 在那个Asia Dynamic 这个月的7月23号 我们在Bangsa Live会的Office附近 我们会举办一个 直销的培训营 直销的培训营 所以那些已经是成功得奖者 恭喜你们 你们一定会学到很多的东西 因为Mr.Kelman本身 就是我的导师来的 那对于那些 是Siner Director以上 可是你没有得奖的人 没有关系 你给500块美金 2000 大概是2400块马币 很值得的 2400块两堂课 你就可以了解到 直销的精髓是什么 你要把直销 当成是个行业去学 成功的法则在哪里 经商的知道在哪里 你才会在这场做得好 如果你喜欢了Live会 你喜欢了产品 相信了科技 这个还不够 你要了解它的模式 你才懂得去利用这些科技 去创造你的事业 OK Amazing OK来 我们开发问题 你们有问题可以问我 来 看 OK 用了X39已经两个多月 做骨神经痛的好转发 一定有三个星期 之后到脚盘算吗 要怎样舒缓吗 做骨神经痛 OK Lowe 我不懂你的做骨神经痛 有多久了 可是我记得 有一个顾客是 已经是十多年的 做骨神经痛了 他是坚定花了半年的时间 他才好起来 半年 OK 所以我不懂你耗了多久了 可是如果你感觉到脚盘会酸麻的话 就代表他开始在修复了 OK 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子 你现在毕竟才带了两个月多吗 好转反应三个星期吗 如果真的很大汗不到的话 你可以加一个Eon 在你的颈项后面 OK 又或者是 你把多一片X 一个X39在颈项后面了吗 你把多一个X39贴在 你从屁股按到你的脚跟那边 你慢慢去按 按到最痛的地方 你再贴多一片X39 OK 所以用了X39三个月多 也用了X49两个月多 还看不到瘦 重量和身形都不变 请问要怎样才能瘦下来 OK 罗哈 我可以知道 你本身的肚男有没有小 你磨下你的肚男 你磨下你的肚男 对X49 我有这样子的观察 OK 你的重量不会下 可是会上 因为你的肌肉变到更重了 OK 你的脂肪燃烧 肌肉变到更重 你的身形不会变 是因为它不是先小这边先 它不是先小你的腰围先 它是小你的前面的肚男先 你的肚男小了 它的旁边的Hourglass 它才会出来 So 罗哈 你去试一下 你穿的裤子 有没有感觉比较松 罗 你穿的裤子 有没有感觉比较松 OK 这个是我 如果你用X39 才用了三个月多的话 对不对 我的建议是这样子 你的身体 如果X39 跟X49 同时进行的话 Life会 还是会把专注点 在于修复的 修复什么地方 很多时候 是修复你的消化 当你的脾胃功能好的时候 你的身体更容易收下来 所以你再给它多点时间 所以请问 所有的贴片效率 只有2小时至15小时吗 如果贴了12小时后 当天拿了出来 隔天还怎么 不需要 那个 Law 不需要 12个小时过后 就没有用了的 你就可以丢掉了的 请问文证 除了X39 还需要贴别的吗 如果是文证的话 如果它已经开始 有出现发烧的问题的话 你可以增加Energy and Hanse OK 你可以增加Energy and Hanse 手麻痹要贴什么 贴哪里 你的手麻痹的问题 如果是贴了X39 才出来的话 那可能是修复反应 如果你的手麻痹的问题 是左边的手麻痹 尤其在心脏的部位 心脏的那个那边的话 而且是打了疫苗 你才手麻痹的话 那我跟你讲 你给S30那点时间 是你心脏的问题 OK 感觉我的吸收系统很有问题 用X30那时除了皮肤痒 没有其他明显效果 台独做了一个疗程 也没有太大的改进 现在用X30那加Energy就OK吗 不知道要用多久 才可以看到受伸效果 Demi你一定要吃饭 Demi你一定要吃饭 OK 跟我那天我看到你 在Sereban我讲的话一样 你一定要去吃饭 OK 我想跟很多的人讲 很多人的想法是这样子 我要瘦 瘦我不要吃饭 因为人家讲白饭 有很多的carbo 我有一个好朋友 不是我好朋友 我的老师 他做了两年的Keto Daya 他没有吃carbo的 OK 他讲说他的 厌血报告全部都很漂亮 可是他老得很快 所以我们的人 我们华人 其实我们的基因里面 我们就是要吃饭的 美国人 他们的血统是印第安纳的 他们是打猎为主的 所以打猎为主 他们要吃肉的 可是我们的人 是属于农耕民主 草耕民主 我们是中道的 所以我们的人的肠胃 是很会吸收消化跟吃饭的 所以吃饭 才是我们的能量来源 所以你一定要先吃饭 你不要去担心 吃了饭体重会增加与否 你先去吃先 OK 你先去吃身体要足够的能量 就好像以前的仓俗 他看到了食物 他很久没有吃饭了 他一定会把那个食物 把那个 把那个东西 先keep在那个嘴巴那边 然后才慢慢消化的 身体也是这样子的 你刚开始吃食物的时候 身体在累积那个能量 他一定会胖一点的 OK 过后他又会再利用这些能量帮你排毒 帮你去做修复 不用去担心 连命我那时候跟你讲 你三个月赶赶去吃饭 不用去担心 OK 你想吃的就让他去吃 你继续用X39跟X49 水喝得够 饭水分离 保证你的 你讲你的排便好了很多 对不对 你现在你排便好了 代表你的吸收便好了 你给賴肥X39 X49 再多点时间 注意你的肚蓝 你找一个裤子 是你之前穿不下的 OK 你三个月过后 你再去穿 那个裤子就松掉了的 OK 那个松不是因为你的腰围变松 OK 之前我有给很多人的fish 去量你的腰围 蛮多人是讲说有效果 那个腰真的会瘦 可是有一部分人讲说 我的腰没有瘦 可是肚蓝瘦了 肚蓝那个地方软软的 变成比较结实了 所以这个是X49 受发你almost guarantee会看到的效果 修足有忧郁症状 心跳很快 消化的问题修足 修足 修足如果这个讲的是你的话 对不对 你先focusX39先 你先focusX39先 OK修复你的消化问题 Doreen do we have to useX39 X39 together Can we useX39 in the night withoutX39 Doreen你需要用X39 跟X39两个一起用 我的建议是这样子 我也不建议分开来用 所以如果你要选一个铁片的话 你focusX39会比较好 Can long how to patch for muscular dystrophy Condition is bad Many is now on future X39在颈项后面 X49在关元穴 对在关元穴 就是在肚脐炎下面 OK So if a customer suffer from Servial osteoarthritis Will X39 be able to increase The sypnovial fluid of the joint And solve the root cause Rather than temporary pain Relieve any tersion Ease of the knee joint If啊 我的妈妈就是一个很好的example OK 我们不要讲那个sypnovial fluid 我讲cartilage 她都会给你修复好了 OK 我们不要讲说那个fluid 我们讲cartilage 她都会修复好了 我的妈妈就是一个很好的example 我妈妈以前爬楼梯啦 两三楼就喘了 会脚会痛的 现在呢 从零楼到十楼 她都不会喊痛 所以不用去担心 那个时候的新年 我们去hub在爬山 她是我们整家人有十多二十多个人 她第三个爬到山顶 我妈妈本身的运动是好的 因为她是national player for bing bong 可是因为她是national player for bing bong 她的脚的软骨摸出还快 X39用好了 所以不用去担心 Focus X39呢 请问X39跟X39如何配合使用 X39在景象后面 X49在肚脐眼下面 贴了X39一年咯 最近开始用X49 以前的施针又开始了 有点严重 怎么办呢 Elsa是正常的 我想跟大家讲 很多用了X39已经解决的问题 当你贴了X49过后 以前的问题又会再回来的 你们谁有同样的经验的话 写个E一下 有同样的经验的话 写个E 以前有腰痛的问题 贴了X39好了 贴了X49腰痛就再回来 以前可能是头痛的问题 贴了X39好了 贴了X50头痛就再倒回来 以前皮肤会痒 结果带了过后 X39没有了 贴了X49皮肤的柄感就倒回来 有吗 有的话写个E一下 所以我要讲去解释这个问题 因为X49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 可能今天你有我们吃有讲到九层高 我很久没有吃九层高了 你们懂什么是九层高哦 那个是暗咕龟不是 九层高是七层高 九层高 九层高了OK 我们我们四奶很出名九层高的嘛 呃那个芋头高跟九层高 就是有红色白色青色不同颜色的九层高啊 所以今天打个比方 你的身体的血管啊 是到达你的那个血管是到 是到达第三层 OK 所以你第三层的地方全部会跟你修复到 好好 OK你的第三层的疼痛啊 全部会减轻啊 OK 因为你的神经线也就只到第三层罢了嘛 所以他感觉不到其他的问题的 可是当你利用了S19过后 他会增生你的血管 所以这个血管会增生到第第四层 第五层第六层 所以当他增生越深的时候 你的血管增生越深 你的神经线也会跟着你的血管 到达更深的组织里面 那怎样办呢 你会发觉到新的问题咯 所以你会发现到贴了S19 你比以前更痛 就像这样子的咯 贴了S19好了 贴S19反正那个死争 比以前更严重 是正常的Elsa 不用去担心 你给他一点时间 他会慢慢好的 如果那个死争真的是很严重的话 你可以贴Ala 你可以查Ala Vida Night Cream 在死争的地方 他很快就会消掉了的 Ala Vida Night Cream 我喝三个Litre可以啊 你三个Litre没有问题 OK Danny 我现在讲这句话 如果你饭吃不够 你喝太多水的话 对你的身体又不好 你身体会水肿的 OK 因为你的身体不足够 那个那个葡萄糖 去增加你的能量 他没有办法去排水 我们有中医有一句话叫做 胃水停滞 就像你喝的水太多了 你身体不需要它停在你的胃了 它反正影响你的小化 我觉得三Litre 如果你没有什么疾病的话 你没有咳的话 不需要喝到三Litre这么多了 1.5L到2L就OK了的 OK 然后记得吃饭 OK吃饭不要喝水 请问脚的萎缩已经有三年了 要用什么跟怎么用 你FocusX39现在加X49 OK 如果你X39用了一段时间过 你加X49 你会看到效果的 秀朱老人加80多 所以只用X39 对吗 不对秀朱你要先FocusX39先 其实在没有X49之前 我们有很多的人利用X39 脚就有力了的 所以不要用X49 用X39 过后才加X39 Cartellin has no blood vessel How to get Oh This is a new story 其实Cartellin是在附近有Vessel的 OK 我来跟你们讲 我们一直以为骨头就是没有Vessel的 对不对 我来跟你讲哈 给你看个idea哈 股是有 骨头是有的 看一下 OK 这个叫什么 看一下 在哪里 OK very good 我用这个我用这个照片来跟你们讲 说啊 很多人我们觉得骨头啦 跟那个软骨啦 是没有什么血管 没有什么神情线的 对不对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可以给你们看啊 所以你要看啊 其实我们有个东西叫做 叫做 叫做我们的有个 我叫做Bone membrane 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 所以其实我们的骨头 包括软骨这些 我们有个东西叫做membrane的 这个membrane就很像是一个 穿个外套 这个外套里面放了很多的瓦牙 OK 里面是骨头 可是外面有一层东西 一个membrane的 所以我们软骨 跟我们的骨头外面的这个membrane 就是有神经线 跟有血管的 OK 有神经线跟有血管的 OK How long did your mom you extend to see effect Less than three months time 他他 TX139他用了 第两个星期 他就看到他的眼袋消掉了 所以他用了三个月 三个月 他就可以 他他就看到那个膝盖痛好了很多了 只是等到了一年过后 那个爬楼梯跟那个爬山的那个事情才发生 OK Stroke patient can you very good jacket Stroke patient must use X49 X39在额 在颈向后面 X49在关圆穴 OK 有一些membrane跟我feedback 讲说有 Stroke的人 X49在颈向后面效果比较快 所以你也可以试一下 所以你先focusX39在颈向后面 X49在关圆穴正常的方式去做一些 因为我们之前的一些successful study 都是照正常的去点 X39跟X49在关圆穴下面 OK 然后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过后 你可以试一下换X49在颈向后面 OK If kidney dialysis patient can reverse 到目前为止 我们有成功把人家的洗肾次数减低的 OK 减低的 OK Softly嘛 Cartelet附近也是有的 Cartelet附近也是有的 我用一个方式跟你去讲 我用另外一个方式跟你去讲 其实我刚刚的slide 我有谈到这一点 我试试一下 OK 你可以去找这个词 你可以去找这个词 这个词叫做Kondocytes 没有错 要Kondocytes OK 你去找这个词叫做Kondocytes OK 所以我们的身体的干细胞增加的时候 如果你的身体有Osteoarthritis的时候 你的Inflammation会 trigger你的Kondocytes Kondocytes就会制造Cartelet OK 我给你看Kondocytes的一些 一些训练啦 OK 所以我给你看这个idea Stop sharing OK 所以这个叫做Kondocytes Kondocytes 英文不好 Kondocytes Kondocytes are the cells responsible for Cartelet formation and they are crucial for the process of endocardial ossification which is useful for bone development also mimicking scalar development 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就是重点 OK 所以Lifeway的铁片 它的做法在于哪里 OK 你的Kondocytes 附近都有血管的 你的身体的干细胞 一足够的时候 它看到了那个地方 它有Inflammation Arthritis 身体的stem cells 就会变成Kondocytes 这个Kondocytes 就会变成Cartelet 去repair你的Cartelet OK So 我知道Sox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因为你讲你的膝盖痛30多年了 对不对 Don't worry Give it a try OK 我的妈妈就是最好的testimonial 好的 谢谢 How to place ice way correctly for back pain and knee pain 任何的疼痛 你先从Ion在颈项后面先 OK 任何的疼痛 你先把Ion贴在颈项后面先 然后你follow clock protocol 你follow clock protocol OK 我给你看啊 Lifeway 你根据我们这个video OK Oh my god 哎呦 哎呦哎来我们看这个video我刚刚我原本要找Lifeway的video哪里知道我找到我自己的video 来我们看一下以前的video来 你看一下我我以前我还穿的衣服是肥料的衣服 Anavel OK 那你们你们看一下 以前的我跟现在的我是不是更年轻 你看一下这个video里面的我跟现在的我是不是更年轻 for example you told me you are using a kt tab 对哦 对哦我可以share screen哦 share screen更好了 Anavel so for your case for example you told me you are using a kt tab OK 你看了为什么我讲Anavel 以前每一个顾客问我一个问题 我就拍video给他看 所以他一直可以repeat去看 以前的Ice for your screen for example let's say we take a shoulder blade maybe after you over exacerbated yourself you injured your shoulders and you cannot lift it up 以前的Ice you can do is using ice wave OK here there are two colors one is a tan color patch one is a white color patch right so at the point of the page 为什么我塞到这样黑咧 因为我以前卖肥料去种辣椒 you put tan page for example it's here you put it here pule it off and you put a white color one it depends how you strain if you strain from this area to this area OK so刚刚那个谁问我那个问题 腰痛跟膝盖痛怎么样 你找到最痛的地方 你贴黄色的 然后你看一下那个疼痛往哪里跑 如果是往下面的话 你就下面贴白色 you put here if you strain here from this area you put here right so you get what I mean so for example in this case they say you put here OK 看 他们是这样贴的 right this is why percent and of course 你们讲了 以前比较年轻 现在比较年轻 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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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ing lifery OK 我们再看 有什么问题啊 Can have this video 有啊 我这个video给你看 OK 我可以给你看我妈妈的video 给你看我妈妈的 角同的video OK 现在比较年轻呢 跟你讲 No 我再给你看 最后一个了 这个是膝盖痛的问题 你们可以模仿 这是我妈妈 你哪里痛 这里痛 你去痛在哪里 我没面声音啊 我引出来 你要找到最痛的地方 你还要找到最痛的地方 你还要找到最痛的地方 这里是最痛的 这里是最痛的地方 往上往下 你会痛吗 你会痛吗 上下的时候 站住手会痛吗 站住手才会痛 你走一下 前后走 所以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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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呢 就这样 这种啊 啊 跳了 别拼住啊 人家看得到你的呢 你看一下我你看那些在新加坡看到我妈妈的样子跟现在样子杀鸡 你先看到他跟那个全部是圆圆的啊 现在怎么收掉了的 我们靠完以后我就stop了 有十点三个字了 哎呦 sorry sorry 可以贴个以后再找到最痛的地方贴以后再打紧箱后面 ok 喝水remember的军我的 你看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改变我做的东西贴以后喝水 贴以后喝水 十五秒 等下去 那个阿姨就要拿第一面 没有 因为打一面 你把他听话 他全部这样有香 是了 那个药也要吃药吃完 那个酒喝酒也没了 没啥 可是他们都买了 然后再过了阿姨就要吃药 有得试一下啊 他的地方啊 谁 ok 还是有啊 比起刚刚有好点了 这个 这个一样 一样啊 一样啊 你看 其实他已经动了 原本是这边 等一下是这边啊 对你 对你 这边好一点吗 这边好一点吗 我只跳个尖 哇 这个痛啊 这会痛吗 对呀 应该是你走路一下拉的吧 你这样子 给我们就用爱睡 ok 找到最痛的地方 黄色贴那个地方 白色 我通常会喜欢贴在上面 ok 十二点钟方向 很大力啊 我按很大力啊 没啥了 50% 10 to 5 ok 哎呀 这个就是锦隆以前的 哎呀 这个就是哎呦 太太太时间过太快了 这个就是以前锦隆做 赖飞的时候 你问我有没有灯光 没有灯光 有没有一个价值去拿相机 没有相机 开就start的 ok start了过后 不管也好看不好看 先 阿波 现在来讲 这个就是你要你真正要做你 你可以先学我这个形态 没有等到100%你才做的 ok we never wait for perfection we do to perfect we never wait for perfect to do something ok 请问做了你 partial replacement 是否可以用赖飞呢 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因为你after你的膝盖做了 partial replacement 过后 你的那些伤口啊 哪个表 你的伤口 对不对 你的伤口 你的那个巴合 它也是需要消掉的吗 所以你就用life wave 所以警工不是我犹豫症 是我的顾客 这样你先focus study那些 你focusstudy那些 我用了life wave s39个骨骼钢钛 爱安二两年多了 年轻了几年身体健康了 夜尿不仅好了 夜便利也改善了 刺窗二十多二十多年的多好了 现在 会到身体健康 才是自己的 啊 恭喜你啦 吴老板 amazing 恭喜我老板啊 so 呃 这个是一个二十多年 刺窗好的一个见证啊 ok 我不可以再讲下去了 我也不 跟你们找问题了 我怕太迟了 ok 大家晚安啊 good night everybody 晚安啊 晚安啊 不用客气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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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